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祝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 稍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首先为您梳理美日新闻话题版 创新高 中处两种公司发布统计数据显示 国家启动的2013年玉米临时收储 目前全面结束 以全国累计6919万吨的收购量 再创历史新高 好涨势 目前全国早稻灾差基本结束 大部分地区进入反兴分裂期 今年全国的早稻面积稳中有增 央苗涨势总体好于去年 新成果 我国科学家最新研究发现 存在于人体血浆当中的一种蛋白 血管紧张素2和HGN9流感的病死率相关 血管紧张素2的指标越高 HGN9流感患者的病死率就越高 遭溃运 国家资金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 接着到4月下旬全国输入境检验检疫机构 共在112.4万吨进口美国玉米 及其制品当中检测出了MR162转基因成分 均依法做出了退院处理 严要求教育部日前前料 要严格规范管理高效的招生录取工作 各地不得出台降低标准违规点招 收取与招生挂钩费用等违规性的地方政策 天然橡胶是重要的工业原料 广泛孕于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小到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胶鞋 雨衣 医用的手套 输血管 汽车轮胎 大到国防上使用的飞机 大炮 坦克 甚至人造卫星 宇宙飞船等等 都需要大量的橡胶 但是在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产区海南省 由于天然橡胶的价格从2013年年初开始 就一路下跌 割胶工人的工资不断减少 他们的生活变得困难起来 这直接影响到了割胶队伍的稳定 在海南省大约有4.5万农场职工 依靠割胶维持全家人的生活 胶林由农场投资开伐 胶工在完成农场核定的任务之后 剩下的归自己 所以胶工的收入主要由产胶的数量和胶价来决定 那个胶价高的话我们就高一点 要是胶价低我们就少一点咯 看市场胶价 然而从2013年开始 国际天然橡胶的价格却一路下跌 那么从去年春节以后年初一路下跌 跌破两万 跌破两万在一万八一万六有个支撑 那现在呢 承受现在已经到一万四千多 而且现货价现货现在还达不到西货这个价格 现货的一万一万三千多 胶价下跌直接影响到了胶工们的收入 现在要低咯 用人难吃饭咯 去年一个月才一千多一点点 你去年一个月能量多少工资啊 八百多九百 一个月那几百块钱成什么 据了解 为了稳定队伍 海胶集团去年拿出三亿多元 用来补贴胶工 今年如果海胶集团我在销售 在期货上如果不赚钱不能补的话 大量的胶工 整个收入啊 就会大幅度做水 大幅度下降 在海南省 目前从事割胶生产的 大部分都是农肯子弟 十年前 他们从父母那里接过胶刀 成为橡胶生产的主力军 但长期微薄的收入 势必影响交工队伍的稳定 再次的话就丢脚刀 没就割了 哦 丢脚刀就不割了 这些割也有搬出的割 没搬出的时候能搬接工 哦 我这都会来搬接工 我的小孩不割交 去打工了 去打工了 他们不愿意割交 不愿意割交 现在我们村里面的人 都是打工多 不割交 在地交界的话 工人的生活就没得到保障 工人稳定这个队伍来讲 是我们作为管理员 是压力比较大 到现在为止 就我们海交这块 我自己统计 割交工已经五千多人 割交是一个十分辛苦的活 凌晨两三点 在大多数人还沉浸在 甜美的梦乡里面的时候 割交工就已经开始工作了 他们常年在潮湿闷热 蚊虫肆虐的林子里作业 辛苦程度是很多人无法想象的 广播集市号令 这是红旗生产队几十年留下来的传统 从退休的母亲手中 接过交刀 割交十多年的蟹彩花 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 收拾好行头 骑上摩托车赶赴自己的岗位 经过一段崎岖的山路 大约十多分钟的时间 蟹彩花来到了自己负责的林段 锁好摩托车 拿起胶刀带好胶灯 一天的工作就在这黑漆漆的山林里面开始了 扯起胶线 洗刀 运刀 落刀 一气合成 刀锋过处 乳白色的胶水流出 摆好接胶水的胶杯 差不多十秒钟的功夫 对一棵树的作业就完成了 每天都这个时间内割是吧 对啊 这个时候的残焦量是比较好的啊 如果你要是等到天亮之后来割了 它就天气开始出太阳热了 它就没胶水就流不出去了 割胶是门技术活 割浅了找不到乳管 胶水流不出来 割深了很容易伤树 关键就在那 0.1毫米左右找感觉 这对胶工切割的准确度要求很高 割不好就要上到里面的树了 一天要割多少棵树啊 要割300多 370380 大概需要多久啊 两个人割的话就两个多钟头 一个人割的话四个钟头 由于是在亚热带的邻区割胶 气候潮热 但为了防止马黄蚊虫 割胶工只能穿长袖衣裤 热又是对他们的一大考验 这个季节是不是还算比较舒服一些的 气候也会很高 夏天18月份的时候会怎么样 回去就洗澡 只好早要等一下来收胶 又要回去又洗澡 一壶船湿了没有干过 早上六点多钟 天色放亮 蟹彩花割完了最后几棵树 看到有些胶树已不再出胶 他拎起胶筒开始收胶 大约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一晚上的劳动成果就汇集在了一起 上午十点左右是交站收胶的时间 胶工要把自己的当天收获胶水 交道交站 尽量登记之后 当天上午的工作就算结束了 下午休息之余 胶工们还要打理胶刀 并根据不同的季节 对胶林进行 捏荒 施肥 喷药等管护作业 在我国海南 云南和广东等省 目前共有三十多万植胶农户 其中主要是女工 她们用自己辛勤的劳动 为国家每年带来六十多万吨橡胶产量 有人计算过 每位割胶工 每晚要割胶树近四百棵 下刀上万次 每天工作超过十小时 全年步行达三千多公里 和东南亚 非洲等优势产区相比 我国天然橡胶投入大 产量低 缺乏深加工和高附加值的产品 因而在国际胶价大跌的情况下 受冲击尤为严重 我们那个橡胶成本一万八千块钱 这直接成本 如果间接成本那两万块钱 那么现在按照一万四千多的话 我们远远跌破成本胶 如果每生产一吨胶 我就亏了几千块钱 目前我国天然橡胶的年消费量 已突破三百五十万吨 是世界最大的天然橡胶进口国 那么我国天然橡胶的出入 到底在哪里 我从企业这边 我们要采取各种措施 向方百计的想办法 调动我们交工这块的扩大岗位 扩大岗位提高劳动生产率 另外从企业 我们自己这个角度来说 尽可能控制橡胶的成本 控制我各项生产费用 另外我就开发新的产品 提高我们产品的附加 就是提高的技术含量 另外国家层面来说 可能就是对橡胶采取不贴的政策 采取保护价收购 或者保护价收处 或者对高产胶原 优质胶原加大投入 虽然橡胶对我国不仅是战略物资 也是丢不起的重要产业 如何保护交工的利益 进而推动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 是摆在我国天然橡胶产业面前 一个突出而紧迫的问题 看热点来看一看这位能掐会算的县委书记 今年春节之前 广西永福县县委书记黄永岳拍板决定 给全县26名副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 发放了上百万元的过节津贴 补贴 违规发放补贴数额巨大 而这还不是最离谱的 更加荒唐的是 发放的补贴定为4万1000元和3万2000元两个党 而这两个金额竟然是赌信一经的黄永岳 掐算出来的 去年7月中纪委等四部门就联合下发了 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处分规定 可为什么永福县就敢顶风作案 而这100多万元的巨款来自于国库资金 私分国有资产的违法行为 怎么就没有人反对呢 可见当地内部监督的力度不够 效率低下 现在黄永岳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免去永福县县委书记的职务 县纪委书记经税役没有起到监督作用 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调离永福县纪委书记岗位 而介入此事的领导 也被要求退还领取的发放款 黄永岳这么能掐会算 怎么就算不到自己的结局呢 最近山东省的林徐也上演了一场闹剧 在中国第二届宜山文化节上 有一个六米高的世界最高 祈福煎饼塔 本来这个煎饼塔是在祈福仪式之后 要把煎饼送到福利院给孩子们吃的 没成想 祈福仪式刚开始不久 近万斤的煎饼就被轰抢一空 仅剩下了铁架子 一个抢到煎饼的游客还兴奋的说 宜蒙山煎饼很有名气 舌架上的中国刚刚介绍过 这次终于不花钱 就品尝到了这个中华名吃 真的很开心 哎呀 你们倒是开心了 可是福利院的孩子们呢 其实这样的哄墙 已经是一种违法行为了 治安管理处方法明确规定 盗窃 诈骗 哄墙 抢夺 敲诈勒索 或者是故意损毁公司财物的 除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文明行为还是从我做起吧 不要抢了东西 失了德 为了罚 我们来换一个温情的话题 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母亲节 虽然是养节 但是由于传承了中国的校文化 越来越多的国人也在今天为母亲祝福 接着这个特殊的日子呢 我们去探访一位百岁的老太太 江苏灌难的玛丽英老人 这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老人就是玛丽英 今年一百零五岁 老人五代同堂 西下有七十多个子孙 今天来为他过节的有近三十人 都是生活在他身边的孩子 其他的孩子生活工作在南京 上海和美国 老人并不知道 这些孩子今天回来看他 是让他过一个听都没有听说过的阳节 其实老人并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意思 在他听了记者的解释 说妈妈就是母亲时 老人突然说了一句 让大伙惊讶的话 母亲是最伟大的 老人说 当年他拉扯几个儿女时 没吃没穿 当母亲的很苦 孩子们也苦 现在生活好了 孩子们也很孝顺 无论是他的生日 还是过年过节 他们都会买很多东西来看他 老人说 他从来没有过过母亲节 今天孩子们还有政府 都来给他过母亲节 他感到很高兴 母亲节快乐 母子子孝 日子真是红火 同样是母亲 可江苏徐州郑吉镇的85岁的金兆氏 就没有这么幸福了 老人本来是和二儿子一起生活 但是二儿子去年三月份车祸去世了 法院判三儿子和二儿媳 两家赡养老人 两家各住一个月 然而住着二层小楼的三儿子 却拒绝将老母亲接回家 理由是婆媳关系无法相处 于是老人只能住在村中的垃圾池里 几天前法院第十八次进村协调 三儿子终于同意把母亲接回家 赡养老人是子女应尽的义务 人人都有变老的那一天 做子女的时候不赡养 不孝敬父母 又怎么能得到自己子女的赡养和孝敬呢 怀出来感恩和回报的心 让父母安享晚年吧 我们再来看一个女儿写给母亲的话 妈妈我从出生就得了腰疾病 无法站立不能行走 大小便都要您帮 我在您的怀中背上长大 如今您头发白了 腰也弯了 身体也不那么好了 妈妈 为了您的健康 求求您把我放下 写这段话的是江西童谷 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冯欢 冯欢出生的时候 腰脊底部有一颗鸡蛋大的肿瘤 妈妈蓝爱红带着她四处求医 十多斤重的肿瘤虽然被切除了 但治疗的路还很漫长 面对渴望上学的女儿 蓝爱红决定自己当女儿的腿 每天背着女儿上下学 到学校为女儿捣尿 长期的操劳过度 让蓝爱红的身体每况愈下 双肾结实 腰椎肩盘痛 蓝爱红坚定地说 会一直背着女儿上学 直到背不动为止 母亲节还要祝福 即将身为人母的准妈妈们 母子平安是头等大事 不过呢 在西部一些贫困地区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如何降低贫困地区 新生儿和孕产妇的死亡率呢 每天 广西普北县人民医院的 母亲健康快车 都奔驰在农村的小路上 在北通镇 听说县里的医生过来了 村里的孕妇黄丽英赶过来 想让医生帮她看一看 普北的 是普北的是不是 来这里检查 然后我就想到 检查安全一点 就这样 黄丽英说 平时去医院检查 在路上要来回颠簸 怀之孕十分不方便 而且家里还有许多农活 让她放不下 这辆专门针对妇女的救护车 配备了用于孕妇检查的医疗设备 解决了黄丽英的大难题 就在检查结束的时候 妇产科医生接到电话 附近村里有孕妇要分娩 医生说 一些不愿意跑县城的孕妇 往往会选择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 由于乡镇卫生院医疗条件不足 有时候遇见像今天这样的紧急情况 就需要转到县城里的医院 而专门免费为阶层医院配备的母亲健康快车 正好可以解燃眉至极 不过目前这样的免费母亲健康快车 对贫困地区来说还太少 车上的医疗设备也还需要更加完善 我建议我们里面的设施 是否再增加配一些呼吸机 紧密的呼吸机 还有我们的心电间护移 多功能的心电间护移这一块 每一个妈妈都是爱的化身 每一个妈妈为了孩子都义无反顾 祝福天底下所有的妈妈 母亲节快乐 我们再来看其他的三农时讯 在山西省中部的贫阳市 张树镇是一位核桃种植行家 说起核桃 老张如属家珍 我长保了五百亩地 现在坚持的全部都是六种核桃 现在还是比较可观的吧 贫阳有两大传统产业 俗称一黑一金 黑是以煤炭为主的矿产开发 金就是张树镇说的核桃产业 他们大理发展核桃产业 2008年 分阳核桃被列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金色产业得以快速推广 这个有机核桃呀 它就是采取这个物农药 物化肥 特级含量高 比我们以后这个市场的开发吧 更有广阔的前景 如何进一步打造金色产业 端好这个金饭碗 老张认为关键要靠科技带动 日前从分舟万亩有机核桃示范园 项目启动一事和山西产业转型发展高端访谈上 传来的消息令人振奋 打造我们焚羊 焚中核桃最核心的竞争力 食品最高级的原料 有机原料 他们提出强和兴农 以焚羊为区域中心 打造有机核桃林基地 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合作伙伴加种植户的合作模式 依靠技术研发推广有机核桃种植 与种植户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这标志着由龙头企业 拉动区域性产业转型的新型现代化农业模式 日趋成熟 据悉著名歌手纳英也签约成为 分舟金核桃形象代言人 共同助力山西绿色生态农业发展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来这更多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你也可以通过央视网查询浏览 感谢收看聚焦三农 我们明天见